非常非常謝謝 大家好,感謝大家播空來參加這個Session 我是梁芋琪,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Risk5平台上,開機到Linux的過程 Risk5做一個還算成功的開源指令級,那他聚集了蠻多社群的能量 如果想要在Risk5環境下開發的話,就一定會經歷過 把整個環境建置起來,然後開機到Linux的過程 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這部分的經驗 先跟大家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梁芋琪,然後可以叫我Leo就可以了 目前是在精心科技AndisTechnology工作 是在Software部門的Linux組 目前也是Risk5Port的Maintainer 然後今天會跟大家分享的內容大概有這些 就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開機的流程大概會是長怎樣 然後再來是怎麼樣建設 編譯整個開機過程需要的軟體 然後我們這邊會是使用ViewRoot作為範例 然後再來是簡單的簡短介紹 然後U-Boot跟OpenSBI是什麼 然後最後再來仔細研究一下 Booting的過程整個長怎樣 還有它的MemoryLayout大概是會長怎樣 然後最後是Reference的部分 然後所以一開始是 然後希望這部影片可以 讓大家 對Booting的過程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然後 然後還有整個不同BootingStage的MemoryLayout大概會是長怎樣 也有一個初步的介紹 然後還有 如果在一個SMP的系統下 做開機的過程的話 那每一個CPU大概會在 每一個CPU會在 會執行怎樣的過程 那就先從 Generic的Bootflow大概會是長怎樣 開始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 Generic系統開機的過程大概會有 這幾個階段 通常都會是MultiStage的 booting過程 然後會是 Chain Loading的方式 對 然後通常會有ROM code 燒在板子上 然後 把下一集的Loader Load上來 然後跳過去執行 然後這個Loader會把接下來會用到的軟體 再Load到 Memory上面 然後再跳過去執行 再跳過去執行 然後最後這一集的Loader 會再把 OS Load上來再跳過去執行 大概是這樣 Chain Loading的方式 做完開機的步驟 那 然後它的CodeSize 這些都是 軟體然後 它的CodeSize大概會是從這邊會最小 到這邊最大 然後原因是因為在 開機初期 我們對硬體可能還沒有那麼多掌握度 硬體大部分的裝置也都還沒有被初始化 所以會需要 在一個很受限的環境下做一些 操作 然後慢慢的把 硬體初始化 然後最後開機到OS裡面這樣 然後 一個一個跟大家分享的話是 ROM Code大概會是存在非會發式的機體上面 然後 它的特徵就是它很 做的事情很簡單 然後是跟 Platform 牆相關的 所以 比較少 開源的時做掉 然後它會把下一集的Loader Load上來 做執行 然後下一集的Loader 主要要做的事情是 初始化 接下來可能 要放 接下來 軟體的 Memory 然後 再把 再跳過去執行 那 這邊 就是會 它的功能就是把 ROM Time跟 Bloader揉起來 然後跳過去執行 那這邊 開源的 專案裡面大概會有 Uboot這個專案 然後它 Uboot裡面的 SPL 會來 做這件事情 然後 再來的 ROM Time 是 這邊ROM Time是一個 Execution的Environment 它有點像是 給OS用的 Library的感覺 它會提供OS 一些服務 然後 比如說在 ARM世界的話 它可能是提供 跟 Trusted World 跟Untrusted World 裡面的溝通 那在 那個 Respite世界的話 就會是 會跟 再更高一層的 比OS高一層的權限 來做溝通 在後續跟大家分享 那這邊 ROM Time的話 就是提供一些 ROM Time的Services 然後 開源專案的話 大概會有 像 Untrusted Firmware 或者是 OpenSBI這一種 那接下來 在下一集 就會把 OS前一集的 Bloader 樓上來做執行 然後這個 Bloader就會 需要 有一些 需要比較多的能力 是想要 在各個裝置上 可以取到 可以拿到 那個OS的Image 就譬如說 可以透過網路來 拿到 OSImage 或者是 透過一些 SD卡等等的儲存裝置 拿到 接下來的 OS的Image 所以它會需要 使作很多 Driver的Code 那 常見的 的那個 開源專案大概會是 Uboot 這個部分 然後最後 就會跳到 OS去執行 然後OS的話 我們這邊是 以Linux Kernel為例 那OS 大家也比較熟悉 就是提供userspace 一些服務的 軟體 這樣 那這個是 commonbootflow的部分 然後 這邊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ARM大概會是長怎樣 然後 也是ROM Code 然後這邊用的軟體大概會是像 Uboot 或者是如果有 Trasong的話 會是有 ARM Charging Firmware的 BL2 然後它的ROM Time就會是這個 BL3E 然後跳到 Ubootproper 在最後跳到 OS做執行 那RIS5就是 跟ARM 大致上相同 只是用的軟體可能有些 差別 然後 RIS5這邊的話 就是 第一集也是會 用 Uboot SPL 作為 第一集的Loader 然後它會把 OpenSBI 還有 Ubootproper Load到 RAM上面執行 然後最後才跳到OS 這樣 那 Bootflow大概分享到這邊 然後 所以 那整個booting過程會需要的軟體大概就會有這些 像剛才提到的Uboot 它會作為 這個Uboot軟案就會 可以產生出這個 Uboot SPL跟 Ubootproper 這兩集的Loader 然後 OpenSBI的話 是在這邊 提供 OS一些服務的 ROM Time 這樣 然後 Linux Kernel的話就是 我們的OS 然後 要不知道 開機可以做執行的話會需要一些 User Space的程式 然後會放在我們Rubufs裡面 還有 會需要 Toolchain提供一些Library的Source 那 軟體大概是會需要這邊 那這邊再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那Uboot跟OpenSBI是什麼樣的專案 Uboot 是 一個 開源的Bootloader專案 那它的功能大概會有兩種 一個是 就是 Bootloader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可以當成一個Howard Debugger 那Bootloader的部分他是希望可以支援任何的裝置 致力於支援任何裝置 然後現在還有 很 開源的在 很活躍的在開發中 這樣 然後 很 常被使用在 嵌入式系統裡面 然後 最為Hardware Debugger的地方是因為 Uboot他有提供一個可以互動式的 Shell 然後他支援一些 指令 然後像剛才有提到 在這一集的Bootloader會需要 很多的 Driver Code 他想要可以從各個裝置取到 取得我們的 OS Image 所以 他會使用很多Driver Code 那這邊的話就可以 利用那些Driver Code 然後他有提供一些 指令 譬如說想要對 Flash做操作 他有提供Flash相關的指令 所以在這邊可以做一個很前期的 Debugger 然後他也是 比較小型的專案 就跟Kernel來比的話 所以他也是相對於好Debug 比較好Debug 那 OpenCBI這個專案的話 他是 根據SBI這個Spec SBI是Supervisor Binary Interface的意思 然後 在RISC-V的指令集裡面 他有 定義 不同的 Privileged Level 他定義的三個是 Machine Mode 然後Supervisor Mode 跟U-Mode User Mode 然後這個 Mode的概念就是要做一些 呃 資源 呈現的區分 這樣 那就比較像 ARM世界的Exception Level 或者是說 X86世界 Ring的概念 這樣 然後也是 同樣的概念在 最高權限的Mode 是Machine Mode 那Machine Mode 所擁有的資源 S Mode跟U Mode是不能去直接存取的 然後這個SBI就是在定義 假如說我今天想要看一些M Mode的Register好了 那我要怎麼樣來存取 然後就是透過這個SBI的界面來做存取 他會定義一些 要存取的方式 這樣 然後 然後這是SBI Spec 那 OpenSBI這個專案就是根據這個SBI Spec 來實作的 的其中一種實作 然後他會提供 所需的SBI介面 來供S-Mode來使用 那這個是U-Book跟OpenSBI的簡短的簡介 然後 軟體這邊都差不多 那 建議的 邊 邊 建立這個整個環境的話 會推薦用 Buru來使用 因為他 很 簡便 然後如果 就像前面剛剛有提到 那五項 五項軟體 那 Buru這樣可以 一次幫你把那些東西都建立起來 當然也是可以 一個一個 自己建立 那這樣就會比較麻煩 所以這邊是推薦用 Buru 然後 Andis這邊 有把 Andis相關的東西推到 RSHIN上面 所以這邊有一些文件可以參考 Zify這邊也是有 把他們的板子也推到上面 那今天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用 模擬器來實作的 這裡有個模擬器的文件 就是用這個 QMU RSHIN564的這個 Verb Machine來 跟大家簡介 那 編譯的話 會是大概 這樣 如果要用 QMU的 Default Config的話 大概是會用這個 Config 然後在64B的 Machine上 然後 想要模擬這整個流程 所以我們會 應該說 QMU這個Default Config 是沒有把 那個 Uboot 選起來的 因為 OpenCBI本身 可以當作一個 Loader 所以 如果想要模擬這整個流程的話 會是 用這個Default Config 之後再來選一些 其他Config 這樣 那我這邊是把 BuruLoader的部分 把Uboot 選起來 然後用的是 2023今年1月的 版本 然後這個是 指定給 Uboot的Default Config 然後這裡是 要走這個流程 會需要 Gaution的 把OpenSBI選起來 然後這邊要多夾一些東西 那最後去 Make之後 就會產生出 最右邊這幾項 所以綠色是 要補償的部分 然後 這邊 也 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FW開頭的 都會是 OpenSBI產生的 Image 然後這個 Image是 Kernel的Image 然後 RootFS 這裡是 Buildo幫你 Build好的 RootFS 然後這個是它 Default的 Starscript 然後 Uboot的部分 會有這幾個 然後這邊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是叫 Uboot ITB Uboot ITB是 OpenSBI 跟 Uboot Proper的 合在一起的檔案 它在 這是在 Uboot的專案裡面 有一個叫 Uboot ITS的東西 所描述的 它會描述 這一個 OpenSBI的Image 跟這個 Uboot的Image 就是這個 跟這個 的Image 應該要 怎麼樣的被放置在 RAM上面 所以它是有一個 類似DTS的東西 有一個描述的檔案 然後描述說 這個跟這個 要包成這個東西 然後它裡面的位置 應該怎麼樣擺放 這樣 大家有點概念就可以了 那 接下來 bootup的command 這邊是以這個為範例 用的是 QMU的 Risk 564 Machine 然後 給它四個 Core 1G的 Memory 然後用 Vert Machine 然後 Bile 就是 用我們這一集的 Uboot SPL 然後 要把剛才那個 Uboot ITB 放在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 Config上面寫好的 所以 會讓 SPL知道要去哪裡 取得 Uboot ITB 這個 檔案 然後給它一個 網卡 然後把 RuleFS 掛載在這個 BlockDevice上面 這樣 這樣執行之後 就會 有這樣的 Console Output 然後 這樣 它就會把這些東西 印出來 然後最後 給你一個 Interactive 的Shell 這裡就是 那個 Uboot Proper的部分 然後 大概會是像這樣 這裡是 Uboot SPL 執行過程 然後再來中間這邊是 OpenSBI 然後最下面這邊是 Uboot Proper的部分 那我們再來 仔細的看一下這幾個 流程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 GEMU其實本身也有一些 ROM Code 然後ROM Code大概是長這樣 比較簡單的 他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 拿到這個 Uboot SPL的 Entry位置 然後跳過去 然後 這邊 如果這個指針下下去的話 它的Memory layout大概會是長這樣 這裡是Uboot SPL的Entry 然後把 我們把這個 Uboot ITB 放在802 5個0的位置 然後這個4個小黑點就是代表4顆CPU 然後 ROM Code就是拿到這個T0 T0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跳過去執行 然後就完成這個階段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跳到 Uboot SPL裡面 然後 Uboot SPL一開始 它的Entry Prime也是在這個Start裡面 然後在一開始它會做一些 per heart的 per CPU的設定 譬如說我想要 CPU都開Cache 那每一個 Core要開Cache都會在這邊做 然後接下來就會 進到一個地方叫 Hot Lottery 那這個Hot Lottery 要做的事情就是 選出一顆Boot Heart 選出一個Boot的CPU Hot跟CPU是類似等義的在Result世界裡面 然後 這邊就是要選出一個 Boot Heart 進行接下來的 初始化的動作 然後其他的Hot就會跳到 這個Secondary Heart Loop裡面 等 Interrupt 然後 那一個Boot Heart就會 往下繼續執行 然後做一些 DTS的處理 然後做一些 Driver的Initialization 像是這邊要把 東西print出來 所以會需要一些 Console的Driver 等等的 然後這邊是 Boot From RAM 那這邊其實也可以選 譬如說像 Boot From MNC 那這邊就會 也需要 MMC相關的Driver 然後 在繼續執行 它會跳到一個叫 Boot From Devices 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它就會去讀取 這個Uboot ITB 那個Uboot ITB裡面會描述 這個 下一集的 OpenSBI 還有在下一集的 Uboot Proper 應該被放在哪裡 所以它就會 把 這個東西 讀取起來 然後把東西放好 這個 ITB裡面有包含這兩個東西 加那個 描述檔案 然後 目前 Default Config 會是 放在 801 這個位置 跟80 12 的位置 這樣 然後 最後會跳到一個 Function叫 SPL Invoke OpenSBI 然後這時候它就會 發一個 Interrupt 叫 在這個 Loop裡面的 Interrupt 起來 然後 這透過 Interprocess Interrupt 叫他們起來之後 他們就會 知道要跳到 然後 它會帶一些資訊 然後讓他們跳到 這個 OpenSBI 執行 然後最後它確認 這些Interrupt 都被處理完之後 它本身再跳過去 OpenSBI 這樣是 就都到 OpenSBI 然後就完成了 Uboot SPO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就會到下一集的 OpenSBI 然後 OpenSBI的部分 前面跟 Uboot SPO 一開始很類似 也是 Start 然後 做Hardware Lottery 然後 這邊也是選出一個 BooHeart 然後 會執行 Cold Boot 然後剩下的會執行 Warm Boot 他們其實接下來執行的 Function都類似 只是一個會帶著 Warm Boot Flag 然後所以在每個 Function裡面會判斷 有沒有帶Warm Boot Flag 然後來判斷要不要做事 主要是 Cold Boot的 這顆Hard 他還會去做事 然後 在 執行到其中一個 Extension的時候 就是SBI提供的 算是 服務的時候 它會 HSM是 HeartState Management的意思 然後它會在這邊 進到剛才 一樣的狀態 在這邊等 Interrupt 然後剩下的這顆 會再去把 所有 SBI相關 需要提供的服務 還有它內部的 Data Structure 初始化 然後 最後 走到這個 Function之後 就會跳到 下一集的 U-BooProper執行 那 這邊就是 這三顆Hard 就會 繼續留在 OpenSBI 然後 接下來就是 U-BooProper的部分 然後 在 U-BooProper的部分 一樣 一開始 是只有一顆Hard 然後它就會往下做 然後一樣會經過 類似的流程 因為 U-BooSPL 跟U-BooProper 是共用 CodeBase的 它是用一些 Defined macro 來決定看 你要編譯的是哪一個部分 這樣 所以這邊會做 一樣的流程 那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U-BooProper 這邊會有一個 relocation的行為 那relocation是 U-BooProper會去 讀取我們的 DTS 然後知道我們的 RAM大小大概是長 多大 然後會嘗試 把 算出一個大小 盡量離 我們RAM的高位 最接近的地方 然後把自己 搬過去執行 然後這邊搬過去的流程 過程其實蠻複雜的 這邊就也沒有特別了解 不過 自上行為就是 會做一些 simple的fix up 然後再跳過去 跳過去執行之後 也是 接下來就是把一些 driver相關的東西 初始化 就看我們要用哪些 driver來boot 我們的OS 這樣 然後 就會進到 剛才提到的那個 interactive的show 就到這邊 然後 這個是 整個執行到這邊的 過程 那接下來我們是想要 boot到Linux裡面 那我們這邊 用的是從 網路開機的 範例 那 這是他的 DHCP指令 那他的意思是 我要把 這個host上面 所以 拿那個檔案 然後 放到這個address上面 然後這個address 會是 就是 一個 Ugo這邊會有一個預設 這樣 然後這個可以當作是一個 環境變數 所以他其實也是可以被修改的 然後 所以 執行的前兩個的話 就會把我要的image 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把 dtb放在這個位置 大概 就會長這樣 然後最後做boot i 就是要跳到kernel裡面執行 然後這前面放的是我的kernel的位置 中間撿的部分是要放ramdisk的位置 但我們ramdisk已經指定好 已經掛載好了 所以這邊就 不用特別做 然後 那個 dte的位置就是放在這裡 然後執行之後 這個hard就會跳到kernel去執行 然後 在 跳到kernel執行的時候 會 執行到某一個function 叫做 SER SMP的時候 他就會透過 SBI的這個服務 然後 也是一樣送一個 interprocess的 interrupt 給 原本還留在 OpenSBI的那三顆 Core 他們收到interrupt之後就會知道要跳到kernel 那就完成 整個booting的過程 然後我們就開機完成了 那 整個開機流程的部分就是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然後跟大家做個總結 那 booting的過程大概是 會是一個 多個stage的過程 然後 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每一個core大概會 會執行哪些行為 做哪些行為 然後還有每一個bootstage的 memory layout大概會講怎樣 然後這是reference的部分 感謝大家 哇 那是很快 你還要有10分鐘 對吧 所以我們要有10分鐘 給問問 我想請教一下 剛剛你說 youbootproper那邊有做那個relocate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的目的是想要 把 他把自己relocate到 高位的位置 那他 我們接下來需要的就是 youbootproper 跟 下面的 openSBI的部分 那可以把中間都空出來 看我們要 放什麼東西上來 就比較方便 就不會 可能 比如說假如說youboot在這邊 那可能 你不太確定 他整個長 長 呃 大小是怎樣 所以可能會把 cranial load進來 就不確定 可能會不會改到 這樣 主要是想要 控除中間有一段 連續的記憶體可以使用 這樣 你說這個最上面嗎 他最上面還有存一些資訊 那這個可能要再看口確認一下 這樣 好吧 你可能 cranial是那個 嘿 就放在現在youboot 搬到的位置就好了 呃 還是說本來layout 他就 上面就已經 不夠大 空間就不夠大 所以他必須 放在中間這一塊 這 這 我就不是很確定 不好意思 然後 不過 這邊的圖 可能沒有很 正確 就是 不好意思 就是那個 linx kernel 最後 他其實是有 帶一個header 然後這個 boi的指令 會去看那個 linx kernel的header 然後把它搬到 那個header 這個指定的位置 然後通常在Respipe 預測會是64B的話 他會把它放在 從RAM一開始的 兩MAY的位置 大概802左右 大概放在這邊 他會把它移到這邊執行這樣 對 大概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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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more questions? in that case thank you very much 謝謝 OK, this is not a question so since that the response is very, very good and we have very full house today and then by the way today we have a hackathon for the day two so later on a hacker at 3 we will have a hands-on session for you to test and build for the RISC-V the firmware for RISC-V yourself so we can I have a guide for using the call boot to test it so maybe you can try out your boot as well yeah good so later bring your laptop so等一下我们会有那个 hands-on 就是我们会打你的电脑过来 你可以在当场 现场的时候我们就一起 boot那个RISC-V 好不好 ok thank you 感谢 感谢